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谱色彩的表现十分丰富 可谓赤橙黄绿青蓝紫 一切性格特点尽情流露于色彩中 一般情况下 脸谱的脑门和两侠部位的颜色构成脸谱的主色 谱色分类就是按照脸谱的主色来分类 脸谱色有相对固定的象征意义和特殊寓意义 表现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 品质 气度 紫色象征忠贞 耿直 果断 紫脸表示刚毅威武 稳重沉着的人物 如长玉春 樊快 连坡 李密 严良等 红脸表示忠勇 耿直 有血性的永烈人物 如关羽 赵荒映 姜伟等 黑脸象征刚烈 勇猛 粗帅 鲁莽 表示忠耿正直 铁面无私 或粗帅莽状的人物 如包拯 李逵 张飞 牛膏 魏池公 杨七郎 项羽等 绿色象征刚勇 强横 猛烈 暴躁等性格 表示侠谷异常 性格暴躁的人物 如程咬金 青面虎张青 公孙盛 柳仙等 黄脸表示武将骁勇善战 蝉暴 象征彪悍 凶残 阴险 公于星际等性格 如宇文成都 旁娟 朝盖等 白脸表示阴险 狡诈等性格 如曹操 赵高 司马仪 高求等 粉红蓝脸表示年迈气衰 德高望重的忠荣老将 如连坡 袁绍等 蓝脸表示刚之勇猛 桀骜不驯的人物 如豆尔敦 夏侯敦等 瓦灰色脸表示老年枭雄 如金派连环套制到尔敦 金银脸一般用于神 佛 鬼怪 象征虚幻之感 如阿郎绳 金翅鸟等普世分类 普世分类是从脸谱的构图上来分类 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基本类型 整脸 脸部的化妆颜色基本上是一个色调 只是在眉眼部位有变化 构图简单 如战长沙中的关羽是红整脸 赤壁之战的曹操为白整脸 三块瓦脸 又称三块窝脸 以一种颜色做底色 用黑色勾画眉 眼 鼻 三窝 分割成脑门和左右两侠三大块 形状像三块瓦一样 所以称三块瓦脸 是最基本的普世 如潮盖 观圣等 十字门脸 由三块瓦脸发展而来 特点是将三色缩小为一个色调 从月亮门一直勾到鼻头以下 用着色调象征人物性格 主色调和眼窝构成一个十字 顾名十字门脸 如汉金口中的张飞等 六分脸 六分脸也称老脸 特点是将脑门的主色 缩为一个色调 夸大眉形 白眉形占十分之四 主色占十分之六 如群音会中的黄盖 像象盒中的莲坡等 碎花脸 由花三块瓦脸演变而来 保留主色 其他部位用辐色填钩花纹 色彩丰富 构图多样 线条细碎而复杂 如金沙滩中的杨七郎等 歪脸 主要用来夸张帮凶打手们的五官不正 相貌丑陋 特点是勾法不对称 给人以歪斜之感 相形脸 一般用于神话系 构图和色彩均从每个精灵神怪的形象特征出发 无固定普世 画法要似相非相 不可过于写实 讲究易到比不到 跪在船绳 让观众一目了然 一看便知道何种神怪所化 太监脸 专用来表现善权害人的宦官 色彩只有红白两种 形式近似整脸与三块瓦脸 只是夸张太监的特点 脑门勾个圆光 以视其阉割净声 自语为佛门弟子 脑门和两侠的胖门 表现出养尊处优 脑满肠肥的神态 神仙脸 由整脸三块瓦发展而来 都用来表现神佛的面貌 构图取法佛像 主要用晶莹色 或在辅色中 添勾晶莹色线条和涂色块 以示神圣 威严 僧脸 僧脸又名和尚脸 特征是腰子眼窝 花鼻窝 花嘴叉 脑门勾一个舍利猪圆光 或九个点 表示佛门受戒 丑觉脸 又名三花脸或小花脸 特点是在鼻梁中心 抹一个白色豆腐块 用漫画的手法 表现人物的喜剧特征 圆宝脸 脑门和脸堂的色彩不一 其形如圆宝 故称圆宝脸 小妖脸 小妖脸表现的是神话戏中的天将 小妖等角色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同学们